大家好,欢迎又来到北斗翁频道 今天是2023年7月29日第946集 我们今天的题材是 股市鬼门关大开 在我们这一条片未开始之前 都在这里呼吁一下各位 如果可以给个like 分享一下我这些频道 以及订阅我这个频道 就可以帮助了很多 如果未按钟仔的话 也很希望你们可以按钟仔 就经常都可以看到我的片 对上一集第945集 我们就讲这个银息债券 将一些好处都告诉大家 零风险来的 而且这个年期都够长 三年 你都知道现在的利息 存款放在银行的利率 每天都变动 有时多有时少 有时想说 拿多点利息都没有 现在这里有这样的机会 让大家可以放三年 不用想那么多 那就继续放下去 另外 有一位观众 他好像是在说 会不会将旧的银债 买出去 然后来抽新债 我又觉得没什么必要 没什么必要 因为这个旧的银债 也有四厘息 如果你四厘再加上 五厘除二的话 平均回报率 也有4.5% 而且这个年期 可以再拖长一点的话 除非你没有钱 如果有钱的话 也是没有地方花的 gravitational地方 不是放在这些地方 稳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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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稳息 提出一些优惠 小行有优惠的话 如果是稳定的去做一下 也无妨的 他预计在招债的一段时间里面 其实每天的数字都可能会再攀升得多些 如果攀升得多的话就好了 不过同时间也会凍结了资金 所以令到银行的拆息高了一点 现在的拆息听说是高过按揭的利息 可想而知银行是比较短一点的 即是说有些小行的钱就未必足够了 甚至有些要向金融管理局借钱 即是要付那个discount rate 不过也不要紧了 如果是短时间之内的影响 那就没什么相关了 不过利率上升的确是影响我们香港的楼市 这里再讲一个例子给大家听 这个例子就是在九龙城 听说原业主在2018年用1800多万买入 去年想着赚一点 其实都可能是平手离场的 加上那些手续费 大概是1950万卖出去就算了 但是最终是不行了 把那个楼价一降再降 原本就由1950万降到1650万 也没有人要 最后再减少一点的话 是1350万才能成交到 成交了之后 每一尺的尺价大概是少过2万元 也创了这个屋苑三年的新低 可想而知 现在2万一尺都被人说是贵的了 所以这一排我们香港的楼市都未必有运行 我们说回我们今天的主题 鬼门关又开了 因为有很多冻结了的股票 即是被人停牌的股票 现在又出回来 这次出回来就好像泪鬼前身 也会令到很多人都可能会损手难脚 在这个第935集的时候 我就说这个恒大真是厉害 有一次过在两年之间 就输了三间长和的公司的市值 而且就欠人家一臂股的债 是达到24000亿人民币 计算了 人们说差不多等同香港一年的GDP 所以这个许家印真的厉害了 所以不愧被人认为是全世界最负责任的男生 这个男人真的信不信得过呢? 大家自己想一想 他还有一个奇怪的迹象 就是他已经公布了两年的业绩 理论上应该可以复牌的 不过他复牌的话会有什么震撼性呢? 那就很难说 不过现在看下去 这个中国恒大4条3 他现在的市值大概是217亿而已 对整个股市来说 市值就不会有特别大的影响 只不过想看看他如果真的服市的时候 每股1.6毫半会跌到什么水平呢? 我想起码跌六七成都应该吧 因为见他现在这么小的话 这间公司应该就没什么运行的了 但是我们知道许家印和他的家族成员 还持有这间公司大概六成的股份 到时不知服派的时候 他会不会帮忙齐齐沽货 如果齐齐沽货的话 那就会跌得严重一点 但是你不沽货你不走 这间公司还有没有得久? 你自己想一想 所以鬼门关一开 大家就要小心很多的了 中国恒大欠人家的钱 多到是天文数字就谁人都知道了 现在来说最保守都有 24000多亿元人民币 不过他期限有一间公司也很麻烦 这间都是主要的附属公司 就是恒大地产 而且这里公布 他未能够常还到期的债务 是高达2874亿的 听说过了期的票据 加上也有2446亿 当然了 因为中国恒大现在还未复牌 继续停牌 看看什么时候可以复牌 如果复牌的话 那就是鬼门关又大开了 另一方面 这个恒大地产 现在的数据是非常多的 如果金额在3000万元人民币以上的话 涉及的案件已经去到1875件了 涉及的金额已经去到4300亿元 当然有些是3000万以下的那些 就肯定都不用数了 所以跟他做生意 你说行不行了 想起都真是深刻 不过这个恒大还有另一间附属公司 这间公司就是上市的 最近也可以公布业绩 不过业绩说出来真的是吓死你 我跟大家在这里讲一讲 这间就是恒大汽车 编号708 一口气公布了两年的业绩 2021年亏损了562亿元 2022年就好些 亏损了276亿元左右 总之这两年加上亏损了接近840亿元人民币 其实他的业务不是很多 都不知道有什么搞 但是竟然可以亏损了840亿元 收入方面就更加不成比例 例如好像在2021年 他的收入只有25亿元左右 但是亏损了562亿 至于2022年的收入更加夸张 只是跌到只有1.3亿元 但是亏损了276亿元以上 那又怎么办呢 直到现在为止 他现在手头上的现金大约 是有2.2亿元左右 而且总负债大概是1800多亿 那这个1800多亿元 如果用5厘息来计的话 一年都差不多要接近过8亿 那如果除开12个月的话 每个月大概都要8亿左右 那他那2.2亿的话 其实一个星期就去一声就没了 那现在这条数都不知道怎么计 但是就被他伏了牌 那你说怕不怕呢? 这个恒大汽车可以伏牌 当然这个核数师功不可没 至少他怎么也砌出来 交代了过去那两年发生什么事 但是他们在发出这个业绩的报告之内 也都说出是非标准的报告 就是说是尽量砌出来的 那不是一个标准的报告 也都没什么可以再说下去了 因为这一间公司 其实还有很多资料是不齐全的 根本就是勉强做一份成绩表出来 叫做过得人过得自己 不过是否过得人呢? 那就真的不知道 但是这个恒大汽车 是不是没有生意做呢? 又不是 因为最近他的名字都改了 叫做恒大汽车 所以他现在正在做汽车 听说他最近做的就是恒池五 听说已经交付了超过一千两的汽车 恒大汽车公布了 他7月28日复牌 他已经停牌了483天 他就说这次可以复牌 已经证明了我们的业务 是足够可以运作的 这样说 说什么? 刚才我都说过 你这家公司欠人家的钱 多少才可以? 但是恒大汽车也继续说 他说他的恒池五这个车型 已经是可以了 已经是卖出了超过一千两的了 公司现在就变得更加可行 更加持续性 我又不觉得是更加持续性 他说如果将来有可能的话 就是说财务上有可能的情况之下 他们会继续开发恒池六和恒池七 好,那我尽管看看他有什么本事 他现在呢 一开市的时候 即是复牌的时候 第一天就跌了61% 跌到只剩1.24% 整间公司炒了一点 现在都只有134亿 不过我觉得很奇怪 这间公司復牌之后 第一天的成交金额一点都不多 只有6亿多 我觉得很奇怪了 难道其他人不知道 还不快点走 因为走得摩就没有被告 你说你不走的话 可能迟些连炸也没有 因为恒大汽车正是通过 他想着用股权 即是又卖股票出去 或者用债务融资的方法 希望在市场上 再可以集资多5亿美元 500中40 即是大概 接近40亿港元 希望提供在恒池五的业务上面 你说行不行呢? 中国现在的电动车业务 竞争都非常大的 人家生产出来 卖出去不是说一千架 两千架 人家说一百万架 二百万架 好像比亚迪那样 那你这些这么小的东西 那些钱 能不能籌集到呢? 不过那些人说 真是可能有人落搭 他说这个落搭的人的身份 应该很快就会知道了 五亿元 不少东西 这个人真是好 真是胸口挂着勇字 值得佩服的 另外还有一只蛙鬼 很快就会出来了 这间叫做世贸集团 听说最快就下周一就可以复牌了 当然要讲一下他的历史 给大家知道 世贸集团也公布了 2021年和2022年的全年的业绩 两年加上一共亏损了超过 485亿元人民币 它的销售合约都很好 两年里面有三千五百多亿 不过要亏损 亏损的话就是卖一家 输一家 这个独立核数师 他虽然做了盘数出来 但是他的用词就是说 无法表示意见 都说不知道怎么给意见 所以这间公司 就算是伏牌的话 可以走的 都尽量走 如果不是的话 还有什么可以做呢 世贸听说现在 其实他手头上 还有一批的土地储备 现在内地的房地产 就不是很值钱的了 不过这一批 始终地都会有些价值的 就看卖不卖得出 卖得出的话 希望可以尽量填链 到时看会不会可以咸鱼翻生 但是我就觉得应该可能性都不大了 因为在截至到2020年底 2022年底为止的话 世贸集团的总贷款金额 已经升到2740亿元了 负债比率是三倍 那你说这个小 你说怎么办呢 而且除非他卖得出一些房子 否则的话他怎么办呢 他现在继续是停牌的 现在停牌前 每股的价值就是4.42 那整间公司 其实当时的市值 停牌前的市值 大概都是167亿左右 所以如果开市的话 起码跌一半 那就可能剩下几十亿的了 其实如果可以走的话 就尽量走 不过有一样东西大家要记住 这家上市公司 和一个大股东的身份 其实未必有特别的冲突 就是说这家公司 上市公司不行 不代表大股东自己家族不行 不过这一个又是叫许三 他早前就买了东西 买了阿诚哥的中环中心之后 一直的运程都没有好过 所以他现在最新的消息 都不是新的了 不过前一段时间讲开 就是他打算拿两层中环中心出来 就是打算作价15亿买出去 如果这个价钱的话 应该就是虚的了 其实很早之前 接了手阿诚哥的楼盘之后 其实他们想着每一层 起码买十亿至十二三亿以上 甚至可能捱的价钱更加高 现在当然就捱不了这个价钱了 现在两层加买十五亿的话 除开二 即是每层七点五亿 跟以前比较真的差得远了 不过这个没办法 时势逼人 希望这个大股东自己都捱得过 看他的样子跟许家人一样的 很敦口的 谁不知 原来都是在玩杠杆原理 玩一下玩一下 玩大了 现在不知怎么收货了 所以这个例子出来的时候 下个星期一大家就要小心了 来到这条片的片尾了 又要讲讲我们在这个短炒方面的情况 因为我们香港都没什么可以长炒的了 现在看到的势这么差的话 可以捱到多少的捱多少就好走的了 恒生指数如果下个星期一回来 理论上就要跌大概八几点了 不过我就听到电台的消息 就说中国那边会加大力度推一些措施出来 所以如果下个星期一回来的时候 有机会一开始就跌 而且有机会可以再继续升上去 如果继续升上去的话 那就全合了 最好恒生指数就可以升到上去2万点以上 因为为什么 我短炒另一只股票叫做香港科技探索 这间公司我都讲过了 我希望四个八左右就可以散水 希望当然你想达到快人一步就最好了 这间公司其实我买了它之后 我昨天真的有去看一看 它这个2022年的年报里面 至少自己都要做一个负责任的投资者 既然投资在他身上的话 那么多或少都要了解多些这间公司的情况 现在这间公司的情况 就是他现在在香港就不断开这些超市 都想在这个超级市场这个领域上面就争一争 而且他在这个厂房方面 他就要投资多些下去 就在做这个自动化 希望将那个分派 就是这些物件的成本就降低 就可以提高利润 但是这一样东西还在做 还没那么快做到出来的 另外还有一样东西 就是在这个online方面的business 他就打算国际化一点 如果真的国际化的话 那只是冲出香港 因为online这一样东西 冲出香港就一点都不奇怪 如果做出成绩来的时候 这间公司就不可以看少它了 但是当然了 现在都是很初步的 如果不是现在的股价都不会那么低 不过我不是很贪心 因为我纯粹是短炒 不过现在知道黄维基 在这间公司身上摆到的时间 和他的发展的方向 看上去都挺有趣的 不过我自己就比较喜欢吃零食 而且我也知道 最近有一家叫做优品360 这间公司公布了业绩 找不到 找不少钱的 整间公司可以找到两亿多 那就是说零食生意可能有得做 黄维基不知他有没有想着 继续做下这些零食店铺 如果成本不是贵 又做得到的话 其实以他今时今日的江湖地位 想拿到一些货 然后放在他自己的店铺里面买卖的话 应该不会太难挂 因为他现在连超级市场都做了 这些小小的店铺 和优品360 阿信奥竞争一下 其实我觉得他未必输的 那如果不多 那小小的一年 如果开店铺可以赚到一亿元的话 那这些零食店铺都可以帮忙赚到钱 那对这间公司也是一件好事 那希望他做得到 因为优品360 现在都是市值20亿而已 那这个香港科技探索 现在都有42亿 那就是这个优品360的一倍 所以遲些应该都可以做一做这些 我相信会更好的 那至于恒生指数呢 如果是继续升上去的话 那我就希望可以在高位的时候 就将这个香港科技探索卖出去 而且呢也都在研究这支7500 因为7500呢 看到他这段时间呢 由5.6一毫满跌跌跌跌跌跌 跌到现在呢 只剩4.75 那如果下个星期一 恒生指数再升多一阵的话呢 那可能呢 就会跌回来4.6 4.5左右这个水平 那如果是的话呢 诶 又是一个射程的范围 那我不贪心的 因为这一间 这个7500呢 本身那个波动都是大的了 那么 风险都是高的了 那所以呢 如果看得中的话呢 执回多少 那散水的话 那就最好了 不过大前提呢 就是这个香港科技探索呢 要卖出去才行的 那看看我可不可以五年升 因为之前呢 已经四次呢都去获利的了 那现在呢 就看完这一次 做得到最好了 好了 这一集呢 就说到这里为止了 多谢各位花时间看我这条片了 感激感激